再来看到农历新年的脚步近了 很多民众喜欢贴春联 增添过年喜气的气氛 而如果你也喜欢手写的春联的话 现在到图书馆古山分馆 借满20本书 就可以免费拿到书房老师亲笔写的春联 1月15号还有现场辉豪送春联的活动 喜欢有专属对联的民众可别错过了 每个人都抱着一叠又一叠的书 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这个 你是要住家的还是做生意的呢 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嘛 做生意的 这个是做生意的 那这是春联送你谢谢 谢谢 借满20本书就可以拿到书房老师亲笔写的春联 像是这位长辈因为17岁就学裁缝 所以就来到了图书馆借了许多的裁缝工具书 也顺便把春联给带回家 这活动我看很趣 是增加年节的气氛 也有可以提高家庭的阅读风气 来到图书馆借书就送春联 是古山风馆多年来的传统 无论是贴在门上 这种分上下连横批的门连 还是单字的春联 都可以依照民众的喜好来挑选 希望可以借此推广阅读 让民众在过年期间 除了大吃大喝到处旅游之外 也可以选择读本好书 充实自我 像昨天刚开始就已经有数十个了 民众来选择他要的春联 那我们希望把握时间 那我们名额有限 大概有100幅 古山跟左营也都有一百幅 春联这个部分也算是我们的国宝之一 我们觉得应该要花羊 然后又跟我们在地的吴瑞兰老师 一直有合作的默契 历年来古山分馆都会在农历过年前 举办这样的活动 今年从3号开始就提供给民众做兑换 虽然只有限量100份 如果来不及参与的民众 也不要觉得可惜 因为在1月15号 书法老师也会到古山分馆现场会号 要送给借书的在场读者 我们15号还有现场会号 大概早上10点 也是在古山这个大厅的部分 然后你可以针对市农工商 你选你需要的一些对联的字句 然后让老师现场帮你书写下 你明年的希望这样子 那现场老师还会看实际的状况 写到民众真的是索许到 到他心满的那个满意的那个春联以后 才会真正离开这样子 古山分馆表示 每年参加活动的民众都很踊跃 想要兑换的民众手脚可要快 如果想要有一副手写春联 增加节日喜庆的氛围 为新的一年带来好运的话 那就可别错过这一年 才有一次的难得机会 港都新闻 林嘉明秀朗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